大家好,我是青木 又是几个连续的雨天 前两天我分享了一篇 夏季比较好养 也没有完全休眠 甚至是不休眠的多肉 并且比较容易出状态的 今天我分享十款比较经典的多肉 这些多肉它非常皮实好养 因为都是比较老牌的品种 好养归好养 但是这些品种它不容易上色 不容易出状态 我是指夏季的时候 它其他季节还是挺好上色的 也比较好看 只是夏季上色是困难一点 度夏的压力不是太大 这些品种很多是不休眠的 甚至是半休眠状态的 那些半休眠状态的 就是在温度高的时候 它会长得缓慢一点 第一款是东美人 这一款多肉的历史非常悠久 好像是我们本土的多肉吧 因为它在很多农村地方 有些人甚至养了有几十年 这个品种 只是不知道它是多肉 也不知道它叫东美人 我见过一些人叫它厚脸皮的 还有一些地方叫什么厚叶花 很多人是把东美人这款多肉 丢在外面放养 哪怕是非常炎热的夏日 生命力特别顽强 刚才那一盆搬上来的时间不长 没什么状态 像这一盆是丢在上面露养的 虽然说都是下雨天 它也有一点粉色 养这些年多肉吧 我觉得它比鸡隆月和紫乐那些好养多了 大家两三个月交一次水也没有关系 推荐的第二款多肉叫做农月 农月和阿伦培有点像 特别那个叶型 但是它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刚好种在东美人这个盆里面有几颗农月 我顺便就给拍了一下 它相对阿伦培来说颜色会泛白一些 对于爱做菜爱吃树的这些朋友 我建议大家多养一些这个品种 它不仅生命力强 而且也非常好繁殖 随便掰一片叶子 放着它就能长出一大颗 这一个品种虽然叫做农月 我们这边自己取得名 但是它在台湾地区实际是一样菜 是一种菜的名称 叫什么莲花 石莲花还是什么花 大家可以自己摆渡一下也能查得到 在台湾地区的超市有这些卖 在我们这边呢 普及度不是那么高 农月非常好养 也容易长成老庄 很适合用来描那个悬崖状 拿一个高盆种起来 那样是很好看的 第三款推荐的是玩叶极秋莉 有密集恐惧症的人 就不太适合养这个了 因为它这个颗粒不是那么大 而且很容易爆盆 长出来就是一大盆 一颗一颗的 有点圆 出状态以后它是粉紫色的 还有一款多个叫做秋莉 秋莉和玩叶极秋莉差别特别大 就像前面的农月 还有一款叫做基农月 它们差别也非常大 我说的这四个名村的品种非常好养 度下没什么压力 喜欢这些玩叶系的 可以考虑买一盆 夏季的时候也可以养 大家不要再问我卖不卖多肉了 有很多人私信我 你这个多肉怎么卖 我真不是卖多肉的 这些仅仅是我个人爱好 我自己这么养 对于我养不过的品种 我认为比较好养的 我就这么分享给大家 因为有一些品种 我自己养的也不好 可能它本身品种的问题 比较难度下 那些我就没有分享给大家了 就算再好养的品种 也有人会养死 也有人会养得特别好 那都是正常的 理性看待就行了 第四款是马库斯 这一款在我们南方地区 也非常好养 它也是属于用叶片 繁殖很快的一个品种 而且长得也非常快 一片叶片 像我这样的一个盆 你就能长满一个盆 仅仅用一年多的时间 那些经常浇水是肥的 可能一年时间就能长那么大了 想控型 控颜色 慢慢长 那就少浇水嘛 这一个品种 出状态以后是那种果冻色的 有那种红红的尖 然后还有一些黄边 到渐变到绿色 这张图是冬季的时候拍的 第五款推荐的是黄历 这一款相对前面四款 稍微差一点 但也非常好养 非常好度下 这些好养的品种 大家家里面越养越多 随便一片叶子 不舍得丢 放在土里面 它又长出一大颗 相比前面四款 我非常喜欢黄历这一款 因为这一款出状态以后 颜值很高 我们这里冬季 是多肉出状态最好的季节 到了冬季啊 这一个品种 你控水控得厉害的时候 它出那种橘黄色 到偏红的一些颜色 这张图是我冬季拍的 那时候出状态是这样的颜色 第六款推荐的是奇罗 奇罗这款多肉 非常容易出坠话头 我们在那些直播间 还有网上看到有奇罗坠话 和这个是一个意思 就是说这个的一个编译嘛 这盆土 我记得在很早以前 给大家好开看过 我里面用的是黄土种的 你说这个品种好不好养 用黄土 用田园土也能养得很好 夏季丢在外面 录养 这个养就行了 哪怕你不择雨 它也不会死 可能有一些极端天气 我是说我这边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 留在外面这样录羊嘛 夏天的时候我没遮雨 它也这样 活得挺好的 就是遮了一层羊 这款多肉可以长得很大 大家想空行就少浇水 甚至不浇水 一两个月浇一次水 也没关系 它不会那么轻易死掉的 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我冬季的时候拍的 除状态还不错 第七款推荐的是树冰 树冰我养有好几盆 楼下还有一盆很大的悬崖状 它除状态以后是那种红色粉红色的尖尖 靠近头那一层啊 全部会变成那种粉红色 是那种比较淡的粉红色 不是大红色 它的生长速度很快 很容易形成这个悬崖状 就像玉坠一样 玉坠大家也是长一大盆嘛 这个品种大家也是可以用一个大一些的盆 可以让它垂下来 很快就能长一大盆出来 就这么一个叶片吧 你这样繁殖长个一年 一年长个十几厘米 是没什么压力的 除非你不浇水 你浇水的话它长得很快 有一款多肉和树冰长得很相似 叫做千佛手 这一颗就是千佛手 根据我的经验吧 我感觉这个树冰比千佛手要豪养很多 因为光照很不好的时候 这个千佛手啊 你再给它多浇点水 它容易黑服 晒太阳暴晒太厉害 它也容易出问题 而树冰呢 你给它这样淋 随便淋吧 我这里淋了几个月了 大家看我之前的视频就知道 那下雨多厉害呀 千佛手这个品种虽然说也挺好养 但相比之下树冰要更好养一些 这些品种大家都可以当做吊篮来养 让它吊起来垂起一大盆的时候 很好看 第八款推荐的是白凤 白凤这个品种在我们南方地区也挺好养的 它可以长得很大 除状态它叶边是那种粉红色的 倒不是特别红 就是粉然后偏白那颜色 它的叶片也比较厚 除水量很大 你长期不给它浇水也没关系 第九款推荐的是唐印 这一款是唐印颈 唐印颈和唐印其实都是一个样子 带颈的它有一个调温的便便 这款是非常典型的夏季型品种 在夏季它也可以长得很快 这个品种很好养 但是它繁殖吧 得砍头繁殖 或者说砍那些侧子出来牵插 唐印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款多肉 它出状态的时候非常好看 很红很霸气 而且特别大 很适合有大院子大露台的人养 你不特意去控它 不用小盆控 它可以长得非常大 因为多肉在我们这些小城市 以及农村地方 它普及度不是很高 很多人是不知道多肉植物的 到过年那会儿 很多亲戚或者朋友来家里面 他上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大唐印 就是我种在天鹅盆里面的 都觉得这个很好看 很抢眼 映入眼帘的就是它了 第十款推荐的多肉是万年黄金草 万年黄金草的繁殖速度非常快 它用来做扑面 做点缀是很合适的 如果我们有大盆啊 或者说是想让它种上一片 这里差一点 那里差一点 很快它就能繁殖出一大片 我这里现在已经是夏季了 大家还可以看一下 它还是那么黄 到了冬季的时候啊 它更加黄了 金黄金黄的 上来我这边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那个大唐印 经常第一眼看到的 也是这个万年黄金草 因为这个片面积比较大 特别吸引人 今天暂时就推荐这些品种吧 这些品种是我认为呢 比较好养的 也是我自己养过都度过夏的 而且夏季的时候 它们也没有明显的休眠期 只是温度特别高的时候 个别品种它长得缓慢 有些品种甚至是没有停止生长 还在正常生长的 大家喜欢呢 可以自己做个参考 推荐的这十款 除了万年黄金草 其他的九款在夏季 除颜色并不是太好 也比较难上色 养多肉的人 几乎都知道这些品种了 因为这些品种 特别经典 都是很经典 很老的品种 而且很便宜 都是市场的白菜价 大家在网上也可以买得到 说到这里 我才突然想到有个莲花座类的 就是像莲花一样的这一类 也挺多人喜欢的 下次我再分享几款 这个夏季比较好养的这些品种吧 今天的视频就记录到这里了 再见